就听到我后面人叫了起来 我回头一看 我那个楼就倒了 而且倒 它像那个巧克力融化一样 这个镜头我经常梦到 永远永远不会忘记 它像那个巧克力 一块巧克力融化的 是这样倒的 是像一块巧克力 树的脚 这样倒 然后呢 四五十层楼的那个烟雾 就像那个海啸一样 这么滚滚而来 然后那个声音 就是你如果到电影 去看那个好莱坞大片 比如说RMX 不是声音都很震撼了 对不对 你到那个电影院 比他厉害 五倍十倍多 终生难忘的 就是说你 这现实当中的声音 电影 好莱坞大片 都没有办法模拟 反正我就 当中还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我的眼镜表 后面我都不想剪 我就拼命跑 后来一个东方人 也不知道是日本人 华人 反正是个东方人 亚裔嘛 还剪了一扣 递给我 然后那天其实要死的话 是很容易 死是大概一时间 即使出来了 死都 有很多人跑到队过 有很多人走不动了 跑到队过的小商店 就我们队过 不是有很多小商店吗 楼一倒 后来整个商店 都根本就封得心脏病关系 就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